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会晓得在泰国的古代王朝里头 公主生病了 他们有一个智囊 就是等于国王旁边的大臣 郑姓他是来自于中国 公主吃着生病了以后 什么都吃不下 然后他就帮他做了一个通阳控 这里面就是酸酸辣辣的 控就是虾的意思 所以酸辣虾既营养又开胃 然后公主吃了以后就特别喜欢 后来这个就叫做通阳控 而且变成了所谓的泰国的国菜 配上很棒的就是在我们许世深夜 地中海的刺参还有鲍鱼 然后搭配了我们的新鲜参 做得更顶级的通阳控 我们看一下材料 香胡虾 新鲜参 地中海刺参 鲍鱼 蒜头 洋葱 各种香菇 番茄 柠檬叶 香茅 南疆 泰国小辣椒 青宁 香菜 泰式辣椒糕 鱼露 椰姜 大家都晓得做这个通阳控的话 你一定要最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菇类 当然在外面超市买到什么样的都可以 像这样子的白羊菇 我们可以把它一切四 而且香菇是一定不可以洗的 洗了以后它就texture不对了 它的口感是不对的 并且它吸了这个水以后整个会软掉 吃起来就不好吃 所以你看即使是法国的大厨师 他们在对待香菇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的 它都是用油大蒜慢慢的煎 煎到最后的时候 要起锅的时候才淋上一点点白酒 所以通阳控也是一样 你不需要洗 但你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用稍微有一点为湿的纸巾 把它擦干净就行了 因为菇类本来就是长在森林里面 或者木头上面 它本身是不会很脏的 然后就这样处理就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一点洋葱 然后还有泰国的小辣椒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准备一点番茄 番茄的话叫wedge 我们这样叫wedge 就直接这样切 然后再这样切 这个叫做wedge 不是切片 好这个梗我们拿掉 另外的话我准备的就是新鲜参 这新鲜的花旗参特别的鲜美 而且我们把它放在稍微微辣里面的东西 会让它吃起来没有那么辣 非常的好吃 所以有新鲜参的切了片准备放在里面 那但是我要介绍几个 就是我们今天在下锅之前 我想要给大家介绍 泰式的东西呢 它有几个非常特别的香料 比如像说这个香茅 香茅的名字叫lemon grass 但它跟柠檬没有关系 它只是有柠檬的香味 好我们叫它香茅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 这个叫莱姆叶 叫做lime leaf 你看很奇怪 每一个都是两片两片长的 好这个呢你可以到那种专门卖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可以买到 味道非常的香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你看跟我们的新鲜参还找的还真有点像 只不过呢我们是白人他是黑人 那这个的话呢它的味道非常的好 跟姜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它的香味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点这个南姜 南姜片放在里面 那这南姜呢很硬 很多人有时候不切了 就直接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整汁的丢进去 有的就这样拍一拍整个的放进去 或者是说做这个就是印度咖喱的时候 他们就把它放在里面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这道菜 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当然一定还是要先用这个大蒜稍微爆一爆锅 还有南姜还有洋葱 我们把这几个比较辛香料的东西放下去 好锅子里面呢烧差不多两汤匙的油 油热了以后呢我们就放上南姜 放大蒜 洋葱 好把它爆一爆香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香茅放下去 香茅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老 那就不要了 就是大切几块之后呢就丢进去 香气很浓的 其实很多人啊他们做这个的话 就是一般的这个虾 可是我们今天真的很讲究 因为我们要搭配比较贵的食材 一就是这个地中海的刺身 还有呢鲍鱼 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新鲜生 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比较好的虾 这个呢是 珊瑚虾 我想熟悉海鲜的人都知道珊瑚虾多么的名贵 好我们把它稍微炒一下 好其他的料包括新鲜生 好放下来 这个也是最后放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辣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准备了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跟就是越南的这种 Bezil是不太一样 这个叫Sweet Beezil Sweet Beezil你看甜甜的 这是泰国Bezil 我们最后要放下去当成一种香料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点香菜 好这几样东西呢是在最后要放下去的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柠檬叶放个差不多三个四个放在里面 好这时候我们就放水进来了 好再加一杯 我到泰国特别就学过菜 这泰国人做菜呢是一个肠子通到底 他就往锅里头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最后呢 所有的菜虽然很好吃 可是Texture完全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现在要把我们的这个珊瑚虾先捞出来 这个呢已经吸进了味道了 但是我不要它那么老 所以呢我把它先捞出来 最后我才放下去 我是希望把它味道都煮好了以后 才把这些珍贵的材料像海参啊 这些东西放下去 为什么因为海参啊你放下去的话呢 它容易一碰到油它会缩掉 但这么名贵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它缩掉 所以我就在最后才放 那虾也是一样虾把它先拿出来最后调好味再放 咸味呢完全就是来自于鱼露 刚才那个是泰式的这个酸辣糕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清零汁 泰式的这个甜辣酱 好这些东西都放下来煮一煮 最后呢才放上这个小辣椒 这小辣椒呢很辣 所以看个人的喜好家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把鲍鱼放进来 这菇类呢等它滚 好那现在呢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地中海赤身 请大家看我们的官网在官网上呢 每一个月都会有促销的这个非常棒的东西 像我的朋友啊每次到哪里去送礼 一定是买新鲜花旗参 或者是它的这个干参或者是参茶 好那然后呢你如果要送的更珍贵的话 哎你就送海参吧 因为这个地中海的这个赤身是真的非常好 好吧稍微把它这个打斜刀把它片开 大大的哈很名贵的样子 好这时候呢把刚才的这个虾呢就可以放进来了 好最后呢就把菇类放进来 各种各样的菇都可以 有的人喜欢用炒菇 有时候买不到新鲜炒菇 有的人就会用罐头菇 罐头菇是比较便宜一点的了 但是看个人的喜好了 好再一滚呢就可以了就可以起锅了哈 那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椰浆 椰浆呢它里面因为有一点那种椰子奶的感觉哈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这个呃太早放下去 那最后呢你家里头如果准备一个这个锅 你想在我们在这个餐厅里头 当我们点了通洋控的时候 都是给你一个小火锅 然后里面放一个小酒精炉 然后呢上面呢就把料这样放在里面 热腾腾的哈 不像我们这么一大锅这么值钱的感觉哈 但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做serving 好我们现在就等它滚 最后一滚的时候呢 我就放两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椰浆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泰式的bazel 煮滚了以后呢 其实你会注意哈 他们真正的在餐厅里头做的时候 根本这香菇就是最后一放下去就起锅了 它不会就是说把它煮很久 因为它放在你前面它还有那个酒精炉 继续加热有没有 那就更加的这个非常香了 好最后呢我们就把这椰浆放下去 那整个这个汤呢就浓郁起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介绍了吗 通样就是酸辣 那控就是虾 那这个呢经过了我们这个中国人 给这个泰国王献策 让公主吃出他的健康来了 所以后来变成他们的国汤 那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 你看这一路相传下去 结果是我们中国人设计的 好那最后的话呢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既有地中海的赤参 又有鲍鱼 还有就是我们的新生参片 真的很好吃 然后最后起锅的时候呢 就放一点点香菜 放一点点泰国的sweet basil 这道菜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欢 锁住我们的频道 有很多很多的好料 会在每一个月有促销给你带回去 所以就上一下我们许事官网 就可以把健康带回家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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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